常常营养师在讲说均衡饮食 但是从均衡饮食里面 我们会挑出特别可以抗癌的 我会建议就是抗癌三宝 第一个就是青葱 它里面有所谓的锡子 是一个很特别的矿物质 它对我们降低一些胃癌是有帮助的 另外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那生的葱可能我们怕细菌污染 就是要熟的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姜 那姜本身它有姜辣素啊 姜醇啊 我们发现说越辣的姜 它的这个抗癌效果越好 它除了抗癌还有抗发炎 再来就是抗酸痛 比如说你今天运动完之后 酸痛我可以用姜料理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蒜 那大蒜其实是抗癌之王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腊肉香肠 你说便当里面会有嘛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抑制亚硝胺的形成 大蒜呢最好最营养的其实是生吃 所以我觉得抗癌三宝 我们其实随手可得 只是大家都把它当成是配料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类似像抗癌的蔬菜来吃 我们在讲说你的NG的 第一个就是高油脂烧烤类的 前阵子很流行韩式烧烤嘛 像这种高油脂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包生菜 第二个里面你要加大蒜 辛香料要多加一点 等于是说你在吃这种高油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做一些解药的概念 那第二个NG的就是 红肉的加工品 像草吗 对 然后火腿啊 热狗 培根啊 这些到处你都会吃到一点 就是亚硝胺的致癌风险 维生素C它可以阻断 形成亚硝胺这件事情 所以呢维生素C高的水果 比如巴勒 烘干 柳丁 草莓 小番茄 百香果 奇异果这些 都是看来很好的食材 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是发霉的食物 比如说你去小吃店 那个酱油瓶口 白白的一圈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家冰箱打开来 那个酱瓜 佐的那种地方就一圈 那有些婆婆妈妈比较节省 没关系 我拿个卫生纸给她擦一擦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长期吃这种发霉食物 对肝脏治肝癌的风险会拉高